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天论》是所造的《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分论名与论义 两个科判来宣讲 首先论义 前面已经讲完了 论义又分为 如造论之力和所入之自信 圆满结为 分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问题 又宣讲了 正式宣说和讲述 宣说之必要等观念 分两个方面来进行讲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也是分三个方面继续宣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 《律师句》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律师句》 什么叫做《律师句》呢 作为一个作者 为了自己所造的论典 不出任何违缘 三十三种圆满结束 在这个之前 他立了一种誓言 这个叫做《律师句》 所以一般来讲 不管是印度高僧大德 或者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 自古以来都有做《律师句》的传统 那么律师句做的原因 具有智慧的人 在中间不会退转 这也是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 是这样下了极大的决心 这样不会出现其他的无缘 有两个方面的必要 所以宣讲《律师句》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当今一教略宣说 取入佛子律义法 几天原来的颂词里面说是 他先已经顶礼了佛陀 佛法 佛子 菩萨 以及应该值得顶礼的 所有的对境面前 进行恭敬的顶礼了 顶礼完了以后 在这里应当依靠 释迦牟尼佛为主所讲的经典 以及龙猛菩萨等 印度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论典 依靠经典和论典 在这里进行宣说 宣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让我们无量的众生 趋入菩萨律义 菩萨律义 下面所讲的那样 严禁恶行戒律 摄持善法戒律 饶益有情戒律 那么我们所有的 大乘佛子学习的对境 就是这三种学处 那么这三种学处当中 大乘人的戒律全部包括 这样一来 他这里所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依靠释迦牟尼佛和 高僧大德们的经典 而宣说大乘的学处 趋入的方法 大乘的学处 下面讲义当中是这样讲的 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即使趋入佛子律义的方法 我们《入菩萨行论》当中 到底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应该趋入大乘菩萨的 这种律义或者方法 很多人想学大乘的佛法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说 比如说 从整个大藏经里面 要翻译大量的经典 恐怕我们现在 末法时代的很多人的精力也不够 时间也不够 智慧也不够 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其他的高僧大德们所讲的 有没有这么非常殊胜的一个论典呢 相当可以说是非常稀少的 很困难的 所以寂天菩萨为了我们后学者 涉及所有大乘的论典里面的教义 然后造了《入菩萨行论》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讲的 一般来讲 利根者看到论名就知道 这个论当中所讲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是中根者 那么他看到历史句的时候 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 顿根者通过所有的 全部论典学习完了以后 才会明白其中的意义 这样一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中根者 那就看到他的历史句 完全知道这次寂天论师 在这部论典里面 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趋入大乘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学 怎么样做 最后获得什么样的果 这个计刀过的所有问题 全部讲得清清楚楚 其中佛子律义是 严禁恶行戒律 设计善法戒 饶益有情戒 这三个戒律当中 所有大乘的戒律也好 或者学处 全部可以包括的 第一个 严禁恶行戒 平时菩萨自己 任何时候自己的圣口义 不造恶业 从这方面来宣说的 然后设计善法戒 平时我们的圣口义 如何转移到功德当中 如何转移到善法里面去 主要讲这个学处 第三个 饶益有情戒 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 怎么样利益众生 总而言之 我们不要造恶业 造善业 造善业的方式是什么呢 以饶益有情的方式来利益众生 这样一来 我们这部论典当中 全部讲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说起来是非常简单 但是做起来相当困难的 如果一个人不造任何恶业 行持善法 并且帮助众生 那这是真正的 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了 就非常 如果任何一个人 不具足这三条戒律 口头上说 我是大乘修行人什么什么 实际上根本不具足大乘的法相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也应该记住 行持这些戒的方法 通过十品来宣说 我们从第一品到十品当中 应用大量的比喻 或者一些教证来进行宣说 那么这部论典 以什么样的方式造的呢 是遗教 也就是说 并不是寂天菩萨 他自己个人的遗教 也并不是自己 选出一些其他的词句来做的 应该是依靠教练而做的 也就是说 依靠经典和论典当中 所说的意义 在这里造的 这个方式是这样造的 那么这样一来有些人 或者我们这样想吧 为什么像寂天 那么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而且印度也是称为 二大稀有论师之一 我们平时讲六大庄严 二大殊胜 二大稀有论师 稀有论师的话 马民论师和寂天论师 是最稀有的 在整个印度 佛家那么兴盛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 能逼得上他的智慧 所以二大稀有论师之一 既然极叹菩萨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依靠经典而写呢 当然说明我们后学者 如果造任何一个论典 或者是给别人讲经说法 或者是自己在写书 辩论 在这些过程当中 千万不能离开佛陀的教义 如果我们离开了佛陀的教义 那么凭自己的想象 以自己的呼言乱语 全部做成文字 也实际上对众生的利益不到 不要说我们平凡的 一些普通的凡夫人 像寂天论师 或者说是约乘论师 他们也依靠龙猛菩萨 依靠佛陀 依靠圣教来进行宣说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 很多流行的这个法本 那个书 这样相当多的 但这些有没有真正的佛语来教证呢 很少的 所以我们以后 不管自己学习任何论典 或者自己造任何书籍 一定要具有一定的依据 这个依据 一定是依靠佛教的依据 因为我们毕竟是佛教徒 那么佛教徒要写佛书的话 不应该用儒教说什么 或者基督教说什么 当然非宗教的说什么 这样也没有特大的必要 当然你主要的依据 不能引用在这里面 有时候平时用一些 世间的典故 言语 这些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你最究竟的观点 比如说中观究竟的思想 是你依靠其他的一些宗教 或者世间的一些古文来教证 恐怕是不合理的了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也应该值得注意 像寂天论师那样 也是依靠经典而宣说的 若有人想 如果是经论当中 所说的内容在这里宣说 那么就没有必要 再造这样的入菩萨行论吧 有些是这样想的 既然你刚才说 我是依靠经典和论典而造的 那经典和论典而造的话 我们自己学习 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学习龙猛菩萨等 他们的论典已经可以了 你何必在这里 造论典多次一句呢 没有任何必要吧 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我们给他 回答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部论典是 讲《经论中战乱无章》的内容 理顺成精精油条 我们论典有几种论典 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 佛经当中 佛经是 大家也知道 针对不同的众生 针对无量的众生而宣讲的 然后里面的很多道理 不一定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这一章里面说的 那一章里面说的 各种不同根机的众生 也宣说了各种不同的法要 所以佛经里面 不一定全部有这样的次第 所以无有次第的话 我们这个论典一般分四种论典 第一个论典叫次第论 佛经里面次第不是明显的 依靠道的次第来进行宣说 就像我们《大圆满行行修习》 大持书等等 这样的书以次第来宣说的 还有佛经当中 也有叫做接应论 接应论是 解开隐秘的一些论典 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诸戒 所有的这些诸戒 全部是接应论 也可以这么讲 还有一个世修论 世纪修持的有些论典 然后也叫做 晦记论 晦记在一起 比如说 几天论师的学迹论 学迹论有一百多个教证 结合在一起 这样就叫做戒记论 所以我们论典 一般来讲 有四种论 这样一来 我们这个《入菩萨行论》 属于什么样的论呢 它既是晦记的 刚才佛经里面 次第不是很明显的 或者是佛经里面 就像以前的 《扎阿含经》 《扎世阿比比达耶经》等等 这些次第不是很清楚的 比较杂乱的 这种也是有的 还有些解释的 《解释密意经》 或者我们后来的 《中观六论》等等 这些都是解释佛陀《般若经》的一些论典 也有解开一些秘密的论典 还有一些实修的论典 就像我们《亲友书》 或者《入菩萨行论》等等 所以它这里有没有必要呢 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在佛经里面讲得那么广 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 宿命也是有限的 智慧也有限的 那么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 有没有经历所有的 好如烟海的佛经 全部一一翻开 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相当困难的 古代的人一般杂乱的 很多事情都是没有的 但是当时也是 他们的有些传统来讲 也是所有的佛经 全部翻语的几乎都很少的 何况说现在人们 现在人们琐事也特别多 思想也杂乱 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所有的大乘经典 全部闻思完毕的机会呢 几乎没有的 所以寂天菩萨为了后学者 让我们 只要是学《入菩萨行论》 所有的大乘论典 全部已经学完了 所有大乘的经典 可以说 他的精华 全部汇集在一处 这样一来对我们后学者 有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一处 并将许多点击的内容 开阔起来 刚才那个不清楚的 内容解释得清清楚楚 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在一处 并将许多点击的内容 开阔起来而进行阐述的 因此可见 并没有你们所说的那样过失 刚才如果经论当中有的话 那你造《入菩萨行论》 是没有任何必要吧 说这种过失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我们造这部论典的话 不仅没有这个过失 而且相当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 各个寺院当中 为什么是《入菩萨行论》必须要学的一门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部论典可以说是 整个大乘的总结的一部教言书 就是教言书 只要你学习到这部论典 深入地研究到 这样以后 你基本上是 大乘佛法的大概教育 完全是明白的 明白的 所以这般宣说 历史句的必要 所有真实君 不会舍弃所立下的誓言 这历史就是 为了舍造论三十三种 他这里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这里 用这样的一个历史句 刚才前面说 我依靠经典来宣说 大乘菩萨律义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下一个历史句呢 这个有一定的必要 因为我们世间上 任何一个具有智慧的 具有作业智慧的一个人来讲 他一般来讲 不会放下他自己立的誓言 因为有智慧的人 他一般来讲 也不容易答应一件事情 他不会承诺很多很多的事情 只要他承诺以后 永远也是不会改变的 这就是他的一种本性 原来我们学习 《二鬼教言论》当中 也是有关鉴定誓言的方面 有非常殊胜的教言 大家也应该记得 清清楚楚 所以以前龙猛菩萨造 知数论 智慧数目的一个论 有这么一个论典 他这个论典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智者一般来讲 不会承诺很多的 一旦他承诺了以后 那就像石头上刻的文字一样 即使到了临死的时候 也不会轻易舍弃的 这就是知数论当中 龙猛菩萨告诉我们 意思就是说 具有智慧的人 他一般来讲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他自己所理下的誓言 不会放弃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是 当然以后 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首先你不能轻易地答应 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别人说这个 我也这个答应 明天那个人说这件事情 我也要答应 这样一来 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头绪 会有这样的 一旦你自己想想细细 观察以后就答应了 答应完了 那就不能随便改变 所以我们这次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以后 大家也应该 鉴定誓言是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这次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 当然包括我自己在论 也是经常在想 会不会出现一些违缘 包括自己的身体 宿命 很多方面会不会出现违缘 如果出现违缘 那就没办法了 谁也可能没有办法了 如果没有出现 什么违缘的情况下 大家也是不要轻易地 舍弃誓言 无论是你住在寺院当中也好 或者是住在外面也好 那么你自己很不容易 遇到这个法 遇到了以后 现在你一定要自己对自己 有一种立下一个 特别坚定的誓言 我昨前天听到 北京有个别的居士说 这次《入菩萨行论》 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虽然很忙 也有一些困难和违缘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发誓言 不管是讲了多少年 这个法 我们一定会 善事善众 一定会听闻 我当时想 这些人也的确是 可能对法有一种 希求 渴望之心 今天也是通过不同的一些消息 有些道友也这样翻译 说是 这次《入菩萨行论》 绝对不会做糊涂色味的状况 不会出现这样的 一定会听圆满 我想每一个人 首先自己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我们这次 听《入菩萨行论》 大家有这样的誓言 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 因为人的心态 记得以前龙猛菩萨 在《亲友书》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有三种心态 有一种特别容易改变的 就像水上的华文一样 有这么一种心态 还有一种心态 比较稳固的 就像我们图坟里面 画文字一样 有这么一种人 还有一种特别的稳固 就像石头上 刻文字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学习佛法的时候 这个誓言一定要坚定 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再怎么样的话 这个誓言不能放弃 如果你的誓言没有放弃 它会起主导的作用 这样以后 不会放弃你的修行 如果你书下也没有特别的坚定 人云云云 别人说 这个入菩萨行论很好 而我也去听一听 但听的过程当中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耶 因为我们学习佛法 并不是一天两天 都马上有一种 好像大增一样的感觉 没有的 这个是不可能有的 学习佛法就像是 我们读世间的学校一样的 你要像一个 得到大学本科的文凭 那你今天到学校里面 听一堂课 两堂课 能不能圆满你的智慧呢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在 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现在很多人都学佛法 根本不懂这个传统 刚才我们讲了 现在学习这部论典的时候 大家首先应该 心里面也这样想 最好自己的誓言要坚定 就是誓言要坚定 以前在《般若八千诵诗》 《般若八千说》的诸诗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具有智慧的人 为了利益众生的事 哪怕遇到生命危险 也不会舍弃 记得有这么一句 所以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 应该是以利益众生的 心态来学习 当然这次听书的过程当中 我是这样想的 大多数的人 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听 不管你外面报名的 还是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当中 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也应该反观自己 想一想 我自己得一点智慧 懂得一些佛法的道理 或者说 为了即生当中的身体健康 发财等等 为了来世 转生到转能王当中 或者天界当中 或者不多恶趣 如果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听书 我们的目的也不是特别好 这种发心不是很好 如果有些人 什么想法都是没有的 别人说《入菩萨行论》很殊胜 然后你要去听的话 这种心态也是比较怪的 什么目的都没有 别人听你要听 为什么 这可能也不太好 那么还有一种心态 我这次要听 目的是学习大乘佛法 懂得大乘佛法以后 尽量地帮助有缘的众生 饶益众生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那么我们所有的 听书《入行论》的人员当中 是最好的人 这一点希望你们 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自己观察观察 这次你听这个法 什么样的目的 什么样的动机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了 但今天也是因为 我们立下誓言的时候 大家这部论典还没有开始 第一篇还没有开始 第一篇没有开始的话 你们自己也想想 如果不管是怎么样 我就尽心尽力的这部论典 全部学完 有这么想法 你就继续听下去 如果你觉得 恐怕有点困难吧 每天都是没有什么 开什么便宴的 或者发财的 或者说让我马上升官的等等 这些如果教言没有 光是发菩提心 光是利益众生 这个教言我不一定听 不听也可以的 我们第一篇还没有开始 从明天开始 也可能要讲第一篇了 那么第一篇开始之前 你觉得不能发这种誓言 暂时你放下来了 也可以的 但总的来讲 我希望大家对善法方面的誓言 永远也不能舍弃 这个是我们一生当中 最关键的问题 然后对恶业方面 造恶业方面的一些誓言 既然以前有的话 现在慢慢放下去 这个没有什么的 比如说你以前做其他的事情 但现在看起来 好像对众生也不利 对自己也不利 这样你就不用害怕 我发了这种誓言 那不行吧 这个应该做完吧 没有这样的 按照龙摩菩萨的观点 应该说是对善法方面的誓言 不能轻易放弃 对造恶业方面的誓言 尽量放弃 这个差别一定要分清楚 下面刚才也讲了 他是为了造论三十三种 但有些论师 像那波论师 他认为 寂天菩萨是大成就者 一方面 他在造论的过程当中 出现违缘的这种担忧 也不会有的 有些人说 造论三十三种是多余的事情 不应该是这个目的的 因为寂天菩萨 他是大成就者 一个是 他不会有出现违缘的担忧 第二个 他也是个大智者 大智者的话 他造论典当中 肯定会三十三种的 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 他中间会不会断掉 再不写下去 不会有的 只不过是为了后人面前 现实需要立誓言的时候 不能随便转变 只不过先是这一点而已 实际上他自己的角度来讲 跟其他的作者不同 有些印度论师 也有这样的评价 这一点你们自己可以做参考 那么下面讲《实现谦虚》 《实现谦虚》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实现谦虚》 《实现谦虚》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诵词 意思就是说 这部《入菩萨行论》宣讲的时候 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道理 以前在历史上面 是存在的一个道理 那么寂天菩萨很谦虚地说 这部论典当中也没有什么 从意义上讲 没有什么前所未有的内容 从词句上讲 他自己对《死学》 对《生理学》 这些也并不是很善巧的精通 鉴于这以上的两种原因 因为词句上面 也没有什么毒疮 然后意义上面 也没有什么其他前所未有的内容 也是他就写不出来什么 因为这两个原因 我不敢说 寂天菩萨他说 我不敢说 是我造这部论典的动机 利益他众 这是非常谦虚的语言 像他那样获得成就者 然后真正的菩萨 没有利益他的动机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是在我们众生面前显现 他说 他没有利益众生 那你没有利益众生的行业 吃也不好 然后内容也没有什么 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写呢 他说 为了自己修行 为了修行自己的心 数量为是菩提心 所以专写了这部《入菩萨心论》 他的颂词中 字面是这样解释的 但有些论师认为当时他说 此论未宣细所悟 这一句话说的原因 因为当时寂天菩萨的 《七大稀有传记》当中 有一个传记 也有一定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时集开到了 世界上最大的那兰陀斯佛家大学 到了那里的时候 有五百位班智道的顶识 有一个叫做圣天论识 在圣天论识面前进行 不是我们原来圣天 那么圣天论识面前 听受了很多的佛法 而且寂天在他面前出家 当时发明立位是寂天的 后来有些传记里面说是 文殊菩萨面前 有些说是在上师面前 听受了许多的显密教言 他自己默默地 开始进行修持 不但是修持 还有依靠许多的经典和论典里面的内容 继续造了一些 《学集论》和《经集论》 在这个时候 在外人面前 他每天都是除了 饮食 睡觉 补醒以外 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做 人们当时印度人都称为 叫做善相 想吃 想住 想睡觉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叫善相者 这样以后 他们很多当时的这些大观家们 认为他享用僧众的财产 是不合理的 每天都是不闻思修行 天天都吃得饱饱的 然后住在自己的屋子里面 那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要想开除他 开除他的时候 当时也可能没有破什么戒律 也没有开除的理由找不到 后来他们想一个办法 让大家每一个人诵经典 诵经典的时候 寂天肯定不会诵经的 不会诵经的时候 到时以这个理由来 我们可以开除 后来他们求寂天论师 到论牛诵经的时候 让他诵经 首先他不肯诵 不肯诵的时候 后来他们就告上师 让圣天上师出面 告诉他必须要参加这个 后来圣天一说的时候 寂天也已经答应了 答应之后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诶 寂天论师他从各方面的行为来看 还是有点稀有 会不会他是非常了不起啊 我们不能羞辱他 有些也有这种想法 但有些人认为在僧众面前 应该是给大家看一看 像他这样的不听话 那我们的僧团以后怎么管理 有些也有这样的看法 不管怎么样 后来大家商量 在寺院外面的一个大厅里 开始给他承设一个大的法座 然后他们故意 这个法座没有体解的 弄得特别妙高的一个法座 当天所有的人 全部集中在那个法座下面 然后寂天大概在圣遍约的时候 让他开始诵经 那个时候 寂天菩萨显现神动 不知不觉地坐在法座上 然后坐在法座上的时候 他就问大家 我今天诵的经 以前人们已经攻城的经典 还是前所未有的经典 他当时这样讲的 这样讲了以后 下面的很多人想携弄他 想作弄他 说那你如果能回颂的话 前所未有的经典 给我们今天送一送 看看怎么样 后来寂天菩萨 一方面是我们这里说的 此轮为宣 细所无 他这里也并不是前所未有 用一个谦虚的语言 也喊在里面 他有这种说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入菩萨行论》开头的 前面讲的三十法神 佛子榜等等 从这个开始一直念下去了 他坐在法座上以后 给众人面前一直这样念 正在这样念《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当时不管是在虚空当中也好 整个周围呈现各种各样的瑞相 后来在虚空当中 也是出现文殊菩萨 大家众人亲眼见到 寂天论师在法座上 一直把《入菩萨行论》全部送 一直送到《智慧品》里面 这个颂词 一直到这个颂词 到了这个颂词的时候 《入菩萨行论》 不是《入菩萨寂天论师》 开始逐渐逐渐地腾空 腾空最后在空中 一直不断地 朗朗的声音 一直不断地出现 最后回想品全部念完了以后 在虚空当中也是不见了 当时人们看到这种境险以后 有些特别后悔 刚才可能开除寂天菩萨的 有些人可能有点后悔 所以有时候什么都不做 也不听课 也不参加任何事情 我们也不能轻视 不然真的内在的证悟 境界很高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 所以当时就已经不见了 有些特别后悔 有些生起极大的信心 一直祈祷 有些以比较稀有的眼光来看待 这种也有 不管怎么样 当天《入菩萨行论》 是这样颂下来的 颂完了以后 当时印度很多的大班智达 大智者们又不忘陀罗里 寂天论师当时颂的《入菩萨行论》 全部都记在心里面 肯萨米尔的好多班智达 当时《入菩萨行论》 已经记了一千多个颂词 印度东部的班智达 记了七百多个颂词 但这个说法有点不同 以前很多历史当中 数目上有一点点不相同的 然后印度中部的 刚才印度东部的班智达 记了七百多颂词 印度中部的班智达们 记了一千个颂词 后来他们之间 也出现一些争论 出现一些争论 然后东部的班智达说的 中部不承认 然后南宗弘法部的观点就是 女宗弘法部不承认 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 后来听说是寂天论师 到了印度南方 一个叫做《吉祥功德塔附近》 这个《吉祥功德塔》 以前法王去尼泊尔的时候 尼泊尔的有些历史上面来说 当时寂天菩萨 具居住的地方 现在的香港佛塔 相格佛塔 尼泊尔三大佛塔之一 有些人是这个 有些人也说不是这个地方 另外在印度南部有个吉祥塔 这个也不太清楚 如果印度南部吉祥塔的话 会不会 当时释迦牟尼佛 转十轮金刚的那个叫做吉祥塔 有一个密集塔 当时是不是那里也不太清楚 不管怎么样 后来人们都说 当时寂天菩萨住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已经知道了 原来那兰陀斯的学者们 也知道了 寂天菩萨已经到了印度南部了 那个时候 他们也是派一些班智达和观家去 请求寂天菩萨 回那兰陀斯来当观家 开玩笑 当观家都没有说 祈求他回那兰陀斯 当时寂天论师恐怕不答应 以外言拒绝 说 你们是不是让我当诵经 还是让我开除 后来他没有去 但是他们问了 寂天菩萨行论 到底是哪一个为准 入菩萨行论 那些颂词为准 后来说是印度中部班智达所记得 基本上一千个颂词为准 后来他们讲了 如果你不回答兰陀陀斯 今天《入菩萨行论》里面的很多内容 不好懂 怎么办 他说 如果你们不懂的话 在我住的住房的墙壁的缝隙里面 有《血迹论》 如果你们想广一点的知道 参考《血迹论》 如果你们想略一点的知道 比较坚留一点的知道 《入菩萨行论》的中意 也在《血迹论》当中 《血迹论》和《血迹论》 这两部论你们参考就可以了 对 《经济论》 刚才我说的《血迹论》 一个是《经济论》 这两部论当中 后来《入菩萨行论》作为 印度中部班智达当时陀罗尼 当时班智达得到的陀罗尼 是不像现在有些人的录音机一样 这个录音机按一下又不行 又按一下一会儿就坏了 坏完了以后 我们很多人也生起嗔恨心了 不得学不到大乘菩提心 反而恨录音机 但印度班智达的这种基因 相当好的 当时包括释迦牟尼佛的 三次阶级也是这样的 当年很多班智达 完全记下来的这些经历 后来再造成文字 我们以前学过的论典当中也有 还有一个颂词呢 他这里说 如果这样没有什么利益众生 你为什么造这个论典呢 他下面说 按照遵照这个持续 这部论典的持续 如果去修习善法 他相信我的信心 我对佛法的信心 和对三宝的信心 也暂时得以增长的 同时与我同等 有善缘的这些人们 以后如果见到这部论典 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颂词上这样解释 我们下面读一下讲义 以前佛经党之中 未曾出现过的任何内容 在此论中 应该是没有的 佛经当中是有的内容 只不过是集聚在一处二约 前所未有的 还有前所未有的 持绕四个音语 我几天也是并不精通 当然他这方面 一方面他非常谦虚地说 这里面他不通达 四个和持绕学不通达 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下面的《入菩萨行论》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比喻 还有很多的一些道理 言语 这些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真正的佛学 也不一定需要 有一个华丽的词语来修饰 这个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词句非常好的话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 也是以前 像玛弥论师所造的 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有《三十四本师传》 还有一些 三自在国王所造的《如意腾术》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有 华智仁波切 造的莲缘沟物等等 以前在汉传佛教里面 也是像汉山大师 莲茨大师等等 他们所造的一些 优美的词句也是有的 但是意思呢 他这里讲 我们学习佛法 尤其是在有关教言方面 应该是比较浅显异动的文字 来进行宣说 是非常好的 就像《十论金刚》里面 所说那样 以前唐代三大师人 尤其是白居仪 他在造死的时候 完全都是依靠一些老年人 看能不能听得懂 以这个为标准而造的 所以我们学习论典的时候 有时候也不一定 非要有一些特别好的文章 文才也是很需要的 有个别人是需要的 但是真正的教言 也不一定是需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应该要掌握这个分寸 那么他这里 鉴于以上这两种原因 我不是为了利益他众而造这个论典 这里面说得很清楚 很谦虚地说 因为我内容上也没有什么 前说未有的 词句上也没有什么 这样的话 我不敢说是利益众生的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造论呢 是因为为了自相续 传习菩提心 我才传习这部论典的 就是自己想 自己修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平时的传习和修行 不懂大师还是谁 就说在印度翻译当中 传习和修行是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闻思修里面的 所谓的修行 经常把这个道理 一直在心的相续当中传习 以前有一位印度的论师 叫做法尤论师 法尤论师他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相续 跟佛法不断地相应 不断地传习 才叫做修行 所以我们平时 早上修菩提心也好 平时修信心 修观释迦牟尼佛 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不要有其他的眨连 一直心里面想 我要利益众生 或者是一切众生 当过我的父母 别人怎么样害我 我要修忍辱心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这种戒念不断的心的状态 叫做修行 所以寂天菩萨也是 造这个论典是不是一种修行呢 应该是这个修行 我昨天也讲了 我们的修行有两种修行 一个是观察修行 一个是安住修行 那么我们每天听课 每天辅导 是不是修行呢 应该是修行 有些人是这样子 我现在不听课 我要修行 这是骷髅寡温的 为什么呢 所谓的修行的基本含义都是 你没有搞懂 听课不行 我辅导不行 我造论这些都不行的 我只是一心一意地专注的修行 所谓的修行 不一定你非要闭着眼睛 打披露气法 修行有两种 应该 如果你从安住修行的角度来讲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安住修行 观察修行的角度来讲 平时我们的心 每天都是跟讲经说法 相适应的话 这就是修行 应该可以这样承认的 所以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合当中 大家修行 你平时坐车的时候 也是在耳机里面 听上师的课 这样的话 实际上在修行 应该表面上看到你好像在来来往往的人流当中 坐着车而走的 实际上你才可以修行的 但如果你这样的心没有专注 你虽然黑洞里面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屋子里面 天天都这样关着 然后你一直打妄想 一直忽视乱想 这样是不是修行呢 肯定不是 我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一个人 他对佛法有很大的信心 他虽然很忙 但是他一边走路 一边听佛法的课 那这个真正是修行 一个人表面上看到 门全部都一直关着 然后家里做金刚甲斧子 然后心里面一直妄想 以前这个人给我欠多少钱 以前我有一个仇人 这个人是真的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要给他算账 我要给他打架等等 一直在你一边打坐 一边这样想 是不是修行呢 肯定不是修行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修行 表面上看不出来 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在修 没有 他这里也是修行 这部《入菩萨行论》 寂天论师他要造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种修行 这个问题一定要明白 倘若如此 那自己也知道就可以了 造能有什么必要呢 为了修行菩提心的善法 根据自己平时所理解的 不同的在论典当中成熟 不同的论典当中 有不同的成熟 暂时也能使自己的信心 越来越增长 他这里呢 那你只要自己修都可以了 不用造出论典 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依靠《入菩萨行论》的 次第而修行 他说 我的信心相信会增长 他这里说 暂时增长我的信心 那么这个直接的意义就是说 暂时我的信心是增长的 但究竟来讲 我这部论典是肯定对众生有利的 《善天论》下面是这样解释的 《善天尊哉与普门尊哉说》 所谓的站 这里站着就说明 关带利他的意思 意思是什么呢 我现在依照《入菩萨行论》 来进行修持的话 自己的心也会相应善法 然后暂时我自己的信心 越来越增长 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 究竟肯定对众生有利的 所以《善天论师》 这里一方面说 是非常谦虚的语言 另方面也自然而然说出了 他以后怎么样利益众生 对自我的一种信心 应该已经肯定了 这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清楚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万一与我具有同缘分 相同众心百般 希求菩提心 信诉正知的其他诸位学人 见到此些内容 也许会有增长菩提心等利益 他这里最后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万一他说 万不得已的情况 或者说 假使有一些人也我一样的 真正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的时候 讲过 真正跟寂天菩萨一样 最后我们智慧品里面所讲的 像我一样 证悟以虚空的正见那样 来摄持所有的众生 这就是寂天菩萨的境界 与他真正的一模一样 都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他也有一种谦虚的语言 说是 假使说这个论典 有些与我同等的 对菩提心很有信心的 信诉很正直的 这样的人如果看到以后 可能会对众生有一定的利益 他当时以这种语气来宣说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有些人 你们看了这部论典 百分之百对你们是有好处 没有任何副作用 我讲的是最好的 然后我写的是最好的 什么什么全部都有 这种方式来打广告 不是这样的 当时寂天菩萨的这种语气 也是这样的 也许会有增长菩提心的利益 这样的谦虚之则 世人大家了解作者无有恶 这个我们一个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作者就是 为了摧毁世人的恶蛮 我们也知道 寂天论师的智慧境界 各方面来见是 如是都了不起 但是在众生面前 并没有显露 因为我们学习 佛法的最大 两大障碍是什么呢 一个是窝门 如果有了窝门 就像以前格言里面 所讲的一样 窝门的这种善岗上 不会有功德的水流注 那么相续当中 已经蔓延窝门的话 那从此以后 别人的功德也是看不到的 然后自己的这种学问 已经有满足质感 这样一来 我们这次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我想有些人自己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不懂的 然后跟别人也不愿意研讨 跟别人不愿意辅导 这种情况是可能不太好的 如果你这样 你到时候学完了以后 你自己认为 我是很了不起 我是博士生 我是研究生 我昨天看到你们报名当中 有很多相当一部分 有一定的文凭 世间的文凭是有的 但是我不是特别的惊讶 为什么呢 世间上面 虽然是你对哪一个学业 哪一个课程 哪一个专业 可能有一定的出色 有一定的研究 但是真正的我们大乘佛教方面 可能你也是个初学者 如果你自以为是 根本没有什么 跟佛教的知识 互相交流的心态 那么学下来以后 有没有很大的利益 也是相当困难的 有一部分人 也不能太脆弱了 太脆弱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佛教当中 一个是不能有恶慢 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个是不能太脆弱 自己对自己摧毁 这叫做是一种侵辱的难度 那么我都是可能不能学吧 我学了以后 我不会懂吧 以这种心态 不合理的 所以刚才一个是傲慢的人 不应该有 如果是傲慢的话 你们自己也想一想 你看你《入菩萨行论》 背得怎么样 就不用傲慢 你先把《入菩萨行论》的颂词 全部背完 如果还不错的话 《五菩萨行论》的颂词 全部背完 《入菩萨行论》的讲义 全部背完 那这样你就傲慢 也是值得傲慢 因为你还是很了不起 跟别人 你光是文字上读的话 这我们凡是认得到 汉文的汉族人都会读的 认得到藏文的藏族人都会读的 但是我们不认为 他已经学懂了 我看昨前天 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 基本上已经汉文上 可能我以前讲过几遍 也都听过 其他的法师都讲过 大概有些人 可能已经听过六七次了 六七次以后 还要愿意在别的一些道友面前 就愿意学习 不吃下文 我们经常有这种精神 应该有 还有在其他一些人面前 愿意学习的 应该有这文 不要不懂装懂 自己认为是自己 很了不起的 实际上基本的有些知识 也是说不出来 只是在外面的一些 世间的一些学问 可能外面的一些 世间的一些学问 自己认为是自己 很了不起的话 这是对学佛当中的 一大的障碍 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 比如说一个小学生 这个小学生 他认为我没有这个水平 我好好地学习《入菩萨行》 他就一直认认真正地背诵词 一直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学习 有一个博士生 他认为是 《入菩萨行》 我肯定会懂 但是我们学完了以后 过了一百天以后 看一看谁的境界高 应该我认为 可能没有傲慢性的 小学生的水平 可能高一点 这个想不相信 你们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所以我们世间的方法 和佛教的有些方法 不一定是相同的 应该多方面来关心自己 那么这里 这是我们刚才也讲的 一个是过于的傲慢 也是不合理的 还有一个过于的谦虚 也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 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有些人太谦虚了 我看到外面的有些人 水平还很不错的 让他们辅导的话 我不能辅导 我不行了 自己好像没有一点勇气 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有些过于的这种谦虚 实际上也是对修道当中的障碍 不仅是我们佛教当中 我觉得是 世间当中也是 现在的人也是应该 如果你太过于的谦虚 恐怕别人也是不会认可的 有些西方国家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有些 认为自己是很谦虚的 这样很好的 但是他们始终是不认可的 也是有的 平时我们 比如说做什么事情 以前上师去西方的时候 也经常要求 跟他们的方法 他们的心态要求相应 为什么呢 他们有些心态 跟我们的心态 完全是不相同的 怎么不相同呢 比如说别人帮我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说你非常感谢 你特别特别地辛苦 然后他觉得是 我们可能有些人说 不客气 不客气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但他们不是这样的 他认为是 值得我这样做 也有这种情况的 平时我们不管是 请客也好 说话也好 很多方面 世间人也是 跟各个地方的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过于的谦虚 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反作用 弘扬佛法方面也好 包括世间人的对待 这些也平时所谓的 不卑不亢 不能太自卑了 也不能太高傲 傲慢 这样以后 对弘扬佛法是两方面的 有一种影响 过于的谦虚 我想用一个世间的例子来说 以前李弘章 李弘章现在可能应该有一百多年 应该两百多年吧 大概有两百多年 他当时也是个军事家 在中国来讲是非常出名的 有一次在国外一个宾馆里面 他接待一些外面的外交官员 在外交官员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非常客气的 他很客气地说 今天因为世间关系 给大家招待得很不足道 简单准备出差淡犯 希望大家了解 当时他说了这一句话以后 因为当时他比较出名的 后来就登报 登报以后 第二天饭店的老板 餐厅的老板 专门给李弘章打官司 他说 你们中国人 你自己骂自己的事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什么 但你为什么说 我做的是出差短犯 当时他也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但后来有时候 我觉得过于的谦虚也会变成这样的 听说以前 也是前几年 应该是前几年吧 北京有一个叫做金教授 黄金的金 然后他还有其他的明星 他们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到俄罗斯那边去了 后来那个里面的一位明星 也是长得比较好看 而且他自己打扮得也非常不错的 然后国外的一个人 他说 哎 小姐 你长得非常的漂亮 你打扮的衣食也很有品味的 他就说了这一句 当时中国明星 我们这里不说名字吧 中国明星他说 你多夸奖 其实我不漂亮 而且我也是不会打扮的 他当时说了这一句话 后来外国人特别地不高兴 他后来跟金教授说 你们这个明星是很怪的 难道我没有这种减败的能力 欣赏的品位吗 所以我们觉得 做任何一件事情 好像自己觉得是不客气 或者是非常谦虚的 一般到了西方国家的时候 他们认为 比如说你穿得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他说 好看好看 我这个衣服是很不错的 如何如何 他自己也应该自己肯定 如果没有说 我穿的是瞎穿的 我穿的是非常不好 这样对方马上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他认为我评价你的话 我有一定的智慧 有这个能力评价你的 并不是我就顺便判断的 连我看衣服的这种能力都没有 所以当时在各个地方人的习惯 传统都是不相同的 我有时候像寂天论师 当时说我没有利益众生的心 可能是印度人的一种传统 不过按照藏地的传统 别人一个上师说 我没有利益众生的心 我讲得非常不好 这样说的话 大家也可能觉得 他老人家是谦虚的 并不是真的是 他没有利益众生的心 这个可能不会这样误解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有时候 经常非常谦虚地说 我不是列绕郎巴的钻石 我好像弘法力胜的能力没有 经常在课堂上也会这样说的 但是在不同的有些 可能西方国家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说话的时候也 如果说我没有能力利益众生 我没有能力降客的资格 这样的话 他马上对你说 你没有资格的话 你就下来 不要再相同 他们会这样说的 所以每一个地方的传统 这些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想 我们以后在弘法力胜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既要观察环境 又要观察他们的心态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别 有不同的感想 有些人我们的话 不仅是自己的心里 有一定的出动 而且对方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一来 我们平时也应该讲经说法也好 或者弘法力胜的时候 就不能太过于谦虚 也不能过于有一种傲慢的心态 所以我们平时要求大家辅导 要求大家参加讲考 这样的时候也不能太自我脆弱 这样也不好的 也不能太傲慢了 觉得自己好像三藏十二部经 全部都已经精通了 真的要问的时候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样也不太好 也表明了 如果出现过失 再请求狂说之一 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 他这里《忠心》是 《祭道国》里面记的意思 《忠心道国》 当然主要是菩萨的所有学处 这些所说的内容 依靠此论而通道的 就是必要 我们这里造论的四要 我们这个造论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讲的 三种学处的所有内容 就是这个造论的内容 那么它的必要是什么呢 依靠这部论典来 通达所有的菩萨学处 这就是我们学习这部论的目的 这个必要和目的 就是一个意思 通达依赖与此论的十关联 那么通达这部论典 依靠文字 依靠内容 还有自己的传习和闻思 这样互相有观念的 实修所通达的意义 从而获得了果位是必要之必要 这是最究竟的目的 意思就是 必要 我们平时用目的来讲 然后必要之必要 就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学习《入菩萨行论》 最后完全通达《入菩萨行论》的利益 后来大家获得了大乘的胜果 这个是最究竟的利益 第二个是 宣说之必要 诸执者通过了知论典 具有必要等 从而才会深入学习 首先知道了他的必要以后 有智慧的人才开始进入 我们这次也是通过《入菩萨行论》的内容 以前看过一些 所以大家都开始 纷纷地报名 纷纷地参加 这就是有智慧人的一种选择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如何宣说 那不把尊者的《入菩萨行论》 施览当中是这样说的 这部论的必要等 实际上通过论名已经能了知 前面我们《入菩萨行论》的论名来了知 然后阿萨利三天论师 他认为 趋入佛子律义法是所说的 为利益自他的必要 论点与必要是 方便与方便的关系 这就是惯粮 今天讲到这里